卫生部长南斗斯里阿汉巴巴今天宣布 政府同意把社区药剂师列为国家疫苗接种计划 前线人员作业准则的第二组 这将使我国近4000名社区药剂师再计划的第一阶段受惠 阿汉巴巴也说 卫生部和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在昨天的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同意这一项申请 部长在文告中也表示 第二组别分别涉及卫生部门 国防机构安全人员和基本重要服务的前线人员 这是依据药剂协会和社区药剂师协会提出的申请做的决定 这将使我国近4000名社区药剂师成为这项计划的第一阶段受惠者